好 那麼當然呢 我們看之前股市很好的時候 很多年輕股神 少年股神都去買超跑 我們來帶你看 在台北市有一套叫做超跑巷 為什麼叫超跑巷 就是你晚上去那個地方 你看他全部都超跑 整排 因為這裡有很多夜店 那個少年股神下班了之後 這個早上賺了很多錢 買一個超跑 晚上這個地方遛一遛 然後到那個地方把妹 好 那這個超跑巷呢 當然有非常多人身擺態了 當然呢 在這個地方 你很多人攝影師 晚上去那邊拍超跑 還有很多超跑亂停車的 你就被拖掉 好 很多人就覺得超跑被拖掉 真好看 我們買不起就看他被拖 好 那最近呢 東區的超跑巷呢 我們來看 就有一輛很厲害的超跑 麥拉倫就被拖掉了 然後很多人在那個地方 我就覺得 怎麼看得真過癮 好 但是呢 超跑被拖掉 你不能把人家車拖壞 不然你可要賠 我們來問問玉祥 這個看到這個超跑被拖 你有親眼目睹過嗎 我沒有目睹過 可是我真的有在信義區 看到很多超跑 就是尤其在松壽路二十巷這邊 因為他那裡有夜店嘛 還有影城 有一個威秀嘛 然後有百貨公司 然後有夜景的餐廳 對 那很多人就是直接都停在那邊 就是超跑 那我剛剛問錯了 你的超跑有被拖過嗎 我沒有超跑 差點被吊到 他就是超跑其實停在那邊 其實車主有自己的說法 他說因為 信義區的停車場停進去 他那個底盤過低會刮到 對 那是他的說法 所以他只能亂停 對 那可是我們呢 我們自己來看這樣的行為 其實我們也不建議他違法這樣停 可是在舊現象跟統計出來 確實越來越多 警察就有統計 原本一個月可能開三百張法單 現在多到五百張 都是超跑 對 都是超跑 那就等於說多了兩百多張嘛 那就是一直都違庭 那其實為什麼會增加去開法單 其實他這樣違庭 也是造成交通會亂象嘛 你如果巷子本來就已經很小了 你這樣還違庭 影響人家出入交通嘛 其實很多人就去看到 那應該很多人去檢舉對不對 對 很多人去檢舉 那其實你講 認真講 我們如果像剛講到這個 McLaren的六百LT 一台一輛要價一千三百八十萬元起 對 那維庭到底多少錢 維庭九百塊 你覺得九百塊跟一千三百八十萬 好 今天這個 因為他們已經這個開單 已經沒辦法這個去遏止了嘛 因為我就是要讓你造成 你很不方便 所以我來進行脫掉 那其實脫掉業者也怕怕啦 因為脫一台超跑其實很危險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脫掉車 其實在脫車的時候 其實迅速很快嘛 假如一台 Toyota或是你上在圍廷 他很快三十秒就把你弄好 就把你脫走了對不對 對 可是這個脫超跑可不一樣囉 至少要花五到十分鐘 為什麼 因為他怕他傷到他的底盤 傷到要陪他是不是 當然要陪他 你就是損毀 損毀他的這個財產嘛 所以他要用特殊的千金釘 把他頂起來 可是真的有這個業者做到 就是警察把這個麥拉倫拖走了 所以很多民眾就圍觀嘛 因為他們想說 超跑你不敢拖 我就拖給你看 但你說這個二指效果 可能確實造成這些車主不方便 但這個罰金你拖到這個脫掉費一千塊 半天一百塊 頂多一千一一千二 對於一千三百八十萬 再拿來比 還是小屋間搭屋 我根本藍三 甚至藍三都不夠 他就是一千塊 他掉在地上都不撿的那種了對不對 我有一千三百八十萬了 那這個就是剛講了嘛 我就是拖了一個豪宅在路上 所以大家真的會去看說 哇 真的敢拖超跑耶 這樣 對 但這種心態就是 我們心態就很扭曲 我們買不起的 就會覺得 你看他叼掐會被拖掉 就有一種莫名的爽感 你看看到這個麥拉倫 還有叼掐過對不對 對 他有叼掐過 這個是今年四月真實發生的 有一個這個車主 載他的女朋友 或是女性友人出去玩 你有時候開超跑載女生 你是不是覺得很拉風 結果開到一個中和的十字路口 轉彎 沒電了 直接丟車停在那 為什麼 就是他原因就是他太久沒開 所以有點沒電了 那沒電他怎麼辦 他門竟然打不開 為什麼 這個就要講到麥拉倫 其實他設計他的車門 是按電控的 所以沒電了 你當然打不開 就開不了門 你就從外面硬拔什麼都打不開 就很丟臉有沒有 吊在路上 而且車子是洗我 所以沒有空調 對 又很熱 然後就是太陽 雖然是晚上 可是還是很熱 在裡面流汗 結果出不來 原來是因為那個車主 可能還不夠熟悉這輛車 其實他的車子 其實是有所謂的安全機制 在安全帶的這個下方 有一個拉扣 拉開 它是有緊急裝置可以出來的 就是他自己開不了 對 可是他不會 所以就沒有做到這樣的行為 所以才會丟車 停在路上十幾分鐘 警察來幫他拉 才拉出來 這個其實原廠有緊急配置 告訴所有這個超跑車主 其實原廠都有做好這個想法 那你沒有應該吹了 對 真的很尷尬 對不對 這真的很尷尬 其實就除了麥拉倫之外 就是各家都在做超跑 我們就有掀起這個超跑大戰 連美國品牌這個雪佛蘭 Kovet ZR1 因為以往我們提到超級跑車 Supercar 會想到歐洲車廠 意大利 或是Masarati Ferrari 其實雪佛蘭也有做他的超跑 我們看到這個 Kovet ZR1 他就是5.5升的V8引擎 那他其實 他是純燃油引擎 我們純燃油引擎 可以做到1064匹馬力 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而且他最高時速有346公里 那其實他這個厲害在他的價格 他價錢只要492萬 跟一般超跑 上千萬上億來比的話 就是小物件 大家會覺得這個 還算 經濟實惠CP值高的超跑 我可以有千匹馬力 只要400多萬 那可是我們現在就來看到 剛講到 亦來亦去的 Pagani Pagani之前有生產這個風神 文明世界國際 現在他做了一個Utopia Utopia他的名字就是翻成中文叫烏托邦 為什麼他叫烏托邦 就是讓駕駛可以像在烏托邦那樣 駕馭的樂趣 完整的駕馭 那他推了一個這個Rawster Rawster版本 就是所謂的這個敞篷版 可以掀下來 讓大家看到 哇 我這個超跑開在路上 那厲害的 厲害在他在哪裡 就是他要1.1億台幣 而且全球只有130輛 你有錢 也不見得 不見得買得到 所以就是他開在 開這個超跑在路上 還是非常非常拉風 因為這是一元級的超跑 還是豪宅等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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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